每一年度的国际七人足球赛都有不同国家的代表来参赛 上一届亦有维拉有慰免身份的姿态迎致这场杯赛的八强半准决赛 南三的代表也是英格兰球队,伊斯特利 这队并不是顶级很多球星的队伍 但是在当地的飞联赛南部也有不错的表现 始终论到个人技术,肯定是维拉这群青年军比较好的 入球的是奔兰,奔兰也是值得很留意的一位球员 8号的维拉球员奔兰 踢法方面,维拉队中的人认为他有点像正选的巴黎 暂时在形势上维拉占先 上一届赛事,名气最大刚刚是帮这一位 球迷说外人也像杜巴黎,但其实他就是敌方尼素 以这一队去年参赛的维拉青年军打七人赛当中 其实前途可能最好就是这位敌方尼素 这队维拉的超联队力也是穿上14号球衣 也有几场后面上阵 但他个人技术有点什么好法 对手拉也拉不到他 打入边线,再夹中间 保护球的能力很好 然后自己这位直接做最后埋齋的功夫 还是维拉占到很多的控球时间 这些赛事保持控球,尽量不失球 阴交贼交都可以说是赢球的一个很关键 又是这个斌兰 其实组织方面相当之漂亮 队友就是史迪巴 这位就是上一届在这个杯赛的MVP 就是借做机会给他的 斌兰先给史迪巴,退下退下 拆回给斌兰 搞定 门将重心也是异错了 史迪巴现在正在这个得决球队 4比0 还是上半场的时间 这场零八年波赛的八强 就想不到对着伊斯特利出现这么大的比数 一场大屠杀 大波就是史迪巴 蓝三的对手回防速度也不够 4球不达之下半场 维拉还是有入球的机会 又是这位就是斌兰 还对手后防 入了 下半场刚刚回出来 赢到5球 5比0 维拉的清分一向都有水准 今届上去看他们的明日之声 千万不要错过国际七人足球赛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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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